大家好,台湾的访问报告,解放军的山东航母舰周一穿越台湾海峡 路透社表示,北京方面在台湾下个月举行的选举前继续向台湾施压 临近选举,台湾再次报告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驶进台湾海峡 山东舰于19年头使用,最后一次穿越敏感海峡是10月初 最近一次航行大概是在台湾总统和议会举行选举前一个月 台湾问的周一声明,中国航母战斗群向南航行穿越海峡 但保持在水道中线西侧,即两者之间非官方屏障中国一侧 中国表示,海峡不是归水道,只有中国拥有该海峡主权 台防部表示,台湾将派出适当的部队来监视中国编队 但没有详细说明根肩细节 台防部表示,印太局的安全与繁荣与全球发展和稳定密切相关 是地区各方必须共同承担义务和责任 台湾军队将备战而不求战,加强自卫能力,应对地区威胁 过去四年来,台湾多次抱怨中国在附近加强军事活动 包括战机、无人机穿越海峡中线 上周台湾媒体报道,中国空军在台湾海峡上空执行了一次罕见的夜间军事行动 今天台湾媒体也报道,台湾现役空军飞行员遭解放军收买以1500万美元为酬劳 测动他驾驶直升机,投降解放军 在执行计划前遭检举激发 台防部负责人邱国正今天表示 中国今年对台湾有很多动作,拉拢我们的人 的确有蛮大影响,台军不会藏私 这几年来将强化保防主动发掘后移送法办 同时做损害管控 检调11月底起诉遭中国吸收的在台发展共敌网络 实名退降和现役人,违反国安法 贪污治罪条例,以及陆海空刑罚等罪 共敌网络还吸收了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一名中校飞行员 中国方面对他进行新战劝服 要帮他的妻子、孩子取得外侨身份 一旦台海开战,他们便可以优先撤离 那中方策动中校飞行员驾驶直升机投降 飞往大陆,那么计划趁中国军舰逼近海峡中线时前往停靠 就是将台湾的飞机停靠在解放军在海峡中线附近的军舰上 而不是直接飞越海峡中线,飞到中国大陆 事成后可以获得直升机售价一半,约1500万美元的酬劳 所幸中校执行叛逃计划前,减掉就先将人逮捕 也避免了向美国购买的军机落入解放军手中 台防部表示,中国对台文攻武吓从未间断 今年的常态化的灰色地带骚扰,进行混合战威胁 以及专注对台进行舆论,心理、法律三战、认知战 有关飞行员遭策反,拟驾驶直升机投降 台防部表示,本案为国军与国安单位接获内部监局 共同实施的反情报调查,并喊请司法机关侦办 除采取管控措施降低损害,也以强化保防措施 与同时,台防部表示,国防大学的理工学院教授 葛明德,主持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被报私下开设公司与中国技术合作 甚至多次进出中国,恐引发国安危机 全案已移送国防部法办 台防部的负责人邱国正,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重批,说这案子是叛国,应办的越重越好 要枪毙掉 国防大学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精密系统研究 葛明德掌管产业需求和科学整合 却开了民间公司与中国技术合作 董事会还在校内召开,时间长达10年 校内管控到底怎样管控 邱国正回应,的确很大的疏忽 防部应该检讨,他也要求同仁要有作为 目前已经移送法办,行政调查,惩处同步在做 相关人员从主官,领导职,幕僚通通抓起来 该办就办,该案从13年就开始 后续还要追 台立法院的追问,就军方掌握的有关机密 被泄露出去没有 防部的官员回应,经查该原有68件研究案 在校承接的都是三级的基础研究 有无将研究成果转为私用或给解放军对案 这还要代查 那有关于大陆人士接触哪部分后面呢 要检查重点 纠正强调,国防部从来没有说这很轻松或敷衍 国防部把这个案子看得很严重 十年了没有干部能够接受这种状况 该办人办人,我们也要重办,要枪毙掉 我们也期望这样 纠正重提,这件事的严重性足以变为叛国 应该依法追究,办得越重要 我也看了台湾媒体对台军的这名 军机驾驶员叛逃的相关报道细节 报道称,高检署今年破获了现役军遭解放军吸收 叫航特部队一名 谢姓中向遭策反驾驶直升机投供 计划称解放军的军舰逼近海峡中线并前往停靠 试成后获得约1500万美元的酬劳 那检调发现有退军官叫陈玉 为首的解放军集团吸收现役谢姓中校直升机驾驶员 买机票邀请谢姓驾驶员赴泰国曼谷 在餐厅与自称解放军上级将军叫王总 以及自称广州军区司令员叫吴总会晤 陈南与王总吴总承诺一定会帮谢某的妻子和小孩取得泰国精英签证 对方声称一旦台海开战家人能够以泰国泰桥的方式优先撤离台湾 并给予每月约20万的薪资 条件是谢姓中校需驾驶CH47支努干军用直升机投降解放军 今年6月一名已被中国吸收的谢姓退役军官转达对对岸情报人员的指示 指当解放军航舰在接近台湾24海里军演时 谢姓中校可驾驶直升机沿海岸低空飞行 只需5分钟便可降落在解放军的军舰上 为谢姓认为风险太大并未同意 今年6月就可以驾机叛逃 但他没有执行 为策动驾机叛逃 解放军还提高了诱因 承诺要谢姓中校成功驾驶征机投降 就可以获得直升机售价一半约1500万美元报酬 而且一旦确定可以执行任务 解放军会先付定金100万到200万美元 检方查出谢姓中校十分心动 要求确认解放军军演地点 若在高雄24海里外海 虽要飞行15分钟才能到达解放军军舰 但可避免越过海峡中线 以免被台军战机拦截 双方更进入讨论行动细节阶段 所幸的检调接获宪报 在成兴前先代表谢姓退役军官 以及谢姓中校 对此邱正今天也表示 解放军对我们很多动作 及拉拢我们的人 我们却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为止 只要有类该类案件 不会私藏或隐而不忘 都会移送法办 这件事情实际上就证实我之前的说法 美国对台湾并不信任 所以美国对台湾很多军售 是不会将先进武器卖给台湾的 卖给你的话 其实像解放军很有可能就像俄军一样 第一手的军事装备就可能让解放军获得 也就是最先进的装备 解放军破解以后 对美军的整个战力会有影响 也就是说台湾实际上的 它永远将获得美国二手 三手的装备 不会获得美国最先进的装备 那么你台湾实际上 未来你在整个的印太地区的防御方面 你就是炮灰 我一直在讲这个道理 台湾也要清楚 就实际上美国对台湾并不信任 美国对台湾并不信任 所以美国给台湾的很多装备并不是最先进的 而且很多即使卖给台湾的装备 也没有交付 根本不交付你 你台湾必须花钱买 但你花钱买完了以后 人家不交付你 名义上好 这东西在你这 但实际上没有交付 你根本就 你连见都没见到 所以大家看懂 美国把台湾当成什么 这是第一点 台湾实际上还是美国的一个炮灰而已 美国不会防御台湾 你记住 美国只是让台湾配合美国和中国开战 而不是防御台湾 因为美国知道根本无法防御台湾 只是用台湾和中国 利用台湾像乌克兰一样和中国开战 然后消耗中国 那么借机围堵中国 制裁中国 这才是美国的想法 你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而不是真正的美国要保护你 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 炮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实际上你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 就是台湾岛内 台湾岛内这个军方 台湾岛内军方 你可以看到 1500万美元 很有吸引力 而且台湾的军队内部 实际上对两岸 你可以看对这种军事实力的差距 其实认识的很清楚 一旦开战 自己就是炮灰 那为什么 就是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去死呢 台湾也不能独立 这些军人啊 其实 让台军呢 他会成为解放军打击的第一波目标 所以台军内部呢 其实很多人非常清楚 两岸一旦开战 自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那么两岸开战以后呢 那么投降是最好的选择 到时候投降呢 最多变俘虏 现在提前投降 还能获得什么 获得奖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军内部实际上的对这个台独 对台湾 其实意识形态上 认同上也有区别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实际上中国越早统立台湾越有力 越早统立台湾 像我之前讲过 台湾岛内是有中国人的 台湾岛内有能够看懂地缘政治 知道自己可能变成美国炮灰 不希望自己的死 自己的家人变成美国的牺牲品 就像乌克兰一样 50万人加上俄罗斯 100万人了 就是因为美国 它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 100万人陪葬 就是过去两年发生的 100万人 那么台湾有很多人看懂了 不像那些什么台独天天喊着台湾独立 要跟中国大陆拼命那些 没有 大多数台湾都是看懂地缘政治 都知道出路 都知道自己 想独立也不行 想统一也被美国限制 所以台湾有一些人是看懂了的 他知道自己不能当炮灰 不能白白就能死掉 因为台湾不可能独立 就是他去死 他和解放军开战去死 美国也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美国只能把台湾当成炮灰 当成工具 因为你独立了 美国就无法控制你了 所以美国也不会支持 中国大陆更不会支持 所以台独是死路一条 那么既然不能为台湾独立而战 双方又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开战呢 你看台军的想法就很简单 那我还不如投降 还可以获得什么经济利益 所以你看台军思想其实也很简单 我几句话就跟你说透了 独立 我独立建国 独立也不行 美国他们也不支持我独立 中国也不能允许我独立 那我独立这条路走不通 你反过来统一呢 美国要限制自己 美国要通过国内 包括民进党 包括那些台独分子 限制台湾 那我最后呢 我最后又不能当炮灰 那选择什么 选择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投降中国 投降解放军 移民泰国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实际上台军有很多人都这种想法 你别看这个邱国正啊 大意凛然 其实邱国正自己怎么想 谁知道 你说邱国正他自己想台湾独立 邱国正知不知道台湾不能独立 邱国正也知道台湾永远不可能独立 他永远得拿着这个中华民国挂着中国 永远等待着美国 把台海点燃那一刻 那邱国正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他当然知道了 这台湾人呢 其实很多人不讲实话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处境 他永远幻想着台湾能够独立 幻想着美国能够支持台湾独立 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大的幻想 你一定要抛弃这个幻想 你一定要看清楚美国 你在乌克兰问题 你看看现在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连炮弹都没有了 270发炮弹 这是德国最新援助乌克兰 只援助他200多发炮弹 能打个屁啊 一个小时就放没了 那炮 就全世界现在对乌克兰的态度 你看死了50万人 全世界把乌克兰当什么 当累赘 当成炮灰 说你傻 你们他帮台独自己好想 你们就是未来 你们就是未来 最后全世界 你看有支持台湾独立吗 放弃幻想 丢掉幻想 面对现实 你只要面对现实 就像地图一样 我说过 你想找到出口 先给自己定位 你自己的定位 在地图上先给自己定位 定位以后你才能找到出口 你不要错误定位 你认为自己能够独立 这是错误定位 那你永远找不到出口 所以我一直在给台湾人讲 你首先要定位 清晰的定位 就丢掉幻想 台湾不可能独立 二战秩序也不允许台湾独立 大家记住 台湾只要独立 破坏二战秩序 那么中国是一定要动手的 中国动手了 你觉得台湾 在中国强大的武力面前 台湾能坚持住吗 还是统一 既然都是统一你去死 为什么呢 为了台湾独立吗 美国都不支持你独立 你他妈玩什么的 你为什么呢 成美国的炮灰了吗 那帮人台独那些 什么民进党赖清德 肖美琴 他跑到美国了 那蔡英文你看他退休以后 他就去美国了 就去美国了 你看着把财产全转移美国去了 你记住民进党很多人财富 都在美国了 打个机票人就跑了 所以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利益 他们是利益获得者 而你们这些台湾人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炮灰 你们永远不可能独立的 记住了 美国也不能允许你们独立 你们独立的这个游戏 就没法进行了 所以你通过这件事 你就想清楚了 自己未来应该做什么 我这个频道 我告诉大家 连台独都不敢骂我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都是实话 我就问一下台独 你他们想独立 你能独立吗 又独立不了 那你们天天在这做梦 为什么呢 连民进党赖清德都说了 永远独立不了 有些人还幻想着 我们以拖待变 拖个屁呀 再拖下去中国 超过美国的GDP 还留着时间给你独立吗 好好想想你们的未来吧 你再想想乌克兰死那50万人 那不是冰冷的数字 那是一个一个 是先活的生命 不要犯啥 我现在说台湾人不要犯啥 当美国的炮灰 台湾人能决定自己命运吗 先问问美国愿不愿意 好期待